有点关心台南北区新光商圈 前两年遇上了疫情停止营业 换成经营之后 今年春节再度开幕 为了吸引注意 春节休假期间 店家的门前贴出各种搞笑的公告 像是老板没钱就回来 还有本日夫妻吵架临时休业等等 有民众看了觉得很有趣 po网分享 不少年轻人就表示 确实很吸引人 让人忍不住要一探究竟 今天不做生意 那么就来玩创意 这间门口写 旁边老板看戏中 那间大门贴 老板没钱救回来 转个头看看其他店 有人大门没锁 祝行窃平安 还有本日夫妻吵架临时休业 这间则是奴婢回乡探亲中 更狂的在这 有一种爱叫爱开不开 电锈牌子一个比一个还吸睛 这店的这都是自己打的 老板自己打的 这有个小编 这应该是小编吧 他用这个是要 去一些人客来注意就对了 对啊 我看的就笑一个 原来这里是台南北区行光商圈 前两年遇上疫情停止营业 换人接手后 今年春节前再度开幕 结果开幕没多久 就遇上春节廉价电修 店家不走传统路线 改用搞笑方式贴公告 让人看了忍不住扑齿一笑 碰网分享 网友直呼很有趣 对年轻人的一些梗 梗的笑话什么的 引起我们这新的年轻人 有没有兴趣 有兴趣 希望大家能够多来逛就对了 20多间店家另类行销创意 用年轻人的梗不只吸引目光 也期待吸进一波消费人潮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谋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